大家好 我是河川控制技术产品线的张晶晶 很高兴来到上海工博会和大家见面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河川控制器产品 首先是我们河川的M系列的控制器 M控制器目前有两个系列 分别是脉冲型M300系列和总线型M500系列 可以覆盖64轴以内的应用场合 第一排是M500系列EasyCat总线控制器 M501S这款是8轴EasyCat总线控制器 自带8点输入和8点输出 同时支持4路脉冲控制 一路485和一路232 右侧可以扩展8个IOM模块 该控制器采用PCB单板设计 其超薄的机身可以满足空间有限的应用需求 M511S这款是8轴EasyCat总线控制器 自带16点输入和16点输出 同时支持4路脉冲控制 两路485支持一路以太网 两块选配开扩展 右侧可以扩展16个IOM模块 该控制器支持重赞设备免PDO配置 使用简单易上手 M511、M512、M513、M514 这4款控制器硬件外设和M511S一致 总线带走能力分别能够覆盖8轴、16轴、32轴、64轴 第二排是M300系列脉冲控制器 M311这款是4轴脉冲控制器 自带8点输入和8点输出 右侧可扩展8个IOM模块 同样也是采用了单板PCB设计 可以满足空间有限的应用需求 M312这款是6轴脉冲控制器 自带16点输入和16点输出 支持一路以太网 两块选配卡扩展 右侧可扩展16个IOM模块 这个是我们M系列的模块 目前我们有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 河川推出全新一代QPLUS系列智能型机械控制器 采用英特尔高性能四核处理器 集成双Ethercat Ethernet IP OpenCUA CanOpen Modbus多种协议 可轻松实现与MAS ERP 车间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同时QPLUS控制器有丰富的硬件接口 控制器左侧 我们有Type-C SD USB-A接口 打开中间的翻盖 下方有两路485 一路的232和看接口 在控制器的右侧 我们有四个网口 前两个为以太网 第三个为Ethercat 第四个可被选择作为Ethernet 或者Ethercat 对于整个控制器来说 自带三路千兆以太网 独立IP 实现信息层控制层安全隔离 拥有双Ethercat的阻弹 可以实现一毫秒256轴的带轴能力 凭借其高性能低扫描周期 灵活组网能力和超强带轴性能等优势 可广泛应用于光伏、锂电、3C、半导体、印刷等行业 聚焦高端工业自动化领域 助力工业自动化产业升级 第一排是我们和川推出的新一代 IOQX-T4系列模块 模块种类丰富 目前我们提供数字量、模拟量、偶合器、串口通信 温度测量以及Ethercat分支器 多种功能的模块 模块整体采用13毫米超薄结构 不需硬直插式可拆卸端子 更换模块免拆接线,省时省力 ES-06这是一款6通道Ethercat分支器 支持Ethercat新型拓扑 可以满足较为复杂的扑扑现场 在右侧是我们HCNXE系列Ethercat远程模块 整体比较小巧 模块规格丰富 我们有16点和32点两个系列 输入支持NPNPNP切换 支持两限制和三限制传感器 并且提供传感器二四伏供电 无需额外接电源 适用于高防护远程传感器 无需供电的场合使用 TP3000系列出摸屏以全新的软硬件设计 实现更便捷的人机交互 TP3000系列目前主要有两款 一款是10寸屏TP3110 一款是7寸屏TP3107 出摸屏整体采用ARM平台 比上一代提升了50% 操作更灵敏 接口丰富多样 支持以太网RS232 RS422 RS485 穿口通讯 TP3000系列出摸屏 为核穿控制器 M系列 Q系列 A系列 A系列 提供了专有的通信协议 无需进行地时计算 可以支持标准Modbus TCP RTO协议的控制器通信 A系列